你想投资最靠近新山RTS最新项目吗 是那种通过桥走过去就可以到达的 所以换计划说 其实你买这里就等于买新加坡Woolen 有MRD的工艺差不多 可是你是用马来西亚的行情来买哦 brother 到时候RTS6分钟到Woolen 那边楼下你就可以搭MRD去你想去的地方 这个角度好哦你注意看 这是puppet bank吗 这里就是整条下去是我们新山的 人家让Wahafu 整个新山设没有多少地罢了 到时候我们八幡是在那一边 你看到这边工地是哪里做什么的 走下来shopping mall这边然后走下来 这下是桥来的 然后下面有很多biling一直个柱子柱子 然后支撑着你那个桥 通往JPCC 第1条第2条是哪里 Adias Station 讲完了咯 赢完了咯 没有销银破了已经够了 够你们现在订钱了 OK这里的全新项目啊可以解决你以下两点的问题啊 点一点 时间问题现在你们面对到什么问题 是不是每天塞车 进去的话1个小时2个小时是不是麻烦 值得吗 还是要去 因为新加坡新币嘛 6分钟啊 就可以去了 Woolen North Costplay Point Woolen North 到那边 下面就有MRT可以直接去那边的城市啊 去工作很放松啊 我家里去到这一边啊 不要去捡笼啊 20分钟啊我早上来 所以6分钟是很夸张的概念 Woolen North也是新加坡的趋势来的 因为它基本上都发展完了 把所有的发展堆在Woolen North 你们害怕这里租不住啊 这里是全新山 租租率最高的 因为Adias我不用讲了啦 未来6分钟进去 如果你们害怕这个地方啊都租不住啊其他地方不用看了 基本上这里的 租金啊可以cover installment了 还有的赚钱 是目前的状况啊到时候未来Adias见好啊到时候新币又起了 就算新币不要起嘛 跌到1比4 那里的租金又提高了你觉得他们会来租这边 你花更多钱租这边 他们愿意吗 当你们可以租到高你们就可以卖高了 另一样的道理 来我们去STARBURN了 你看这边City Square啊也是因为我们这里的 新马两地的那个人口 撑起来的 到时候你买那里全新项目哦其实也不用特地来到City Square 楼下就有shopping mall 那是max requirement 新山有多少项目是max requirement 少 有多少哦是有桥去到你家门口然后你走路 以后可以进新加坡的有吗 留言一下有吗 是有几个啊 不过买的很贵 哈哈哈 祝福 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